当时车驾驶深夜开在道路上 但仔细看他沿路开沿路狂吊 大大小小的土堆和碎石 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堆 让民众开车过去时都心惊惊 就有民众破文抱怨 3号凌晨12点多开到桃园平正的66快速道路下方时 以为在玩跑跑卡丁车 路上沿路的土堆以为已经闪过 没想到后面又有更长一条 车子在过程中不断颠簸上下震动 差点就出车祸 从车主拍下的照片来看 车头的下方严重毁损 整个沾满泥巴之外板筋也都被刮花 而整条马路满满的大土堆 如果是机车过去后果不堪设想 不慎撞上沙石车掉落至土块 造成车辆损外 警方接握报案立即与东四里巡守队 共同清理现场 以避免来往车辆发生危害 144沙石车驾驶沿路狂吊导致 警方目前透过监视器画面 掌握到造势车辆 并且通知车主导案说明 沿路狂吊土堆却没有通报 让驾驶人犹如开卡丁车 边开边闪 3新闻中间黄诗涵桃源中文报道